最新调查 中国老年人最爱把钱花在哪 竟是买这三样东西 原标题 最新调查 我们常说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现在有不少服务类Apple方便老年人使用 都推出了老年模式 他们除了研究老年人使用手机的习惯和爱好 甚至还进行了技术改革 特别推出了语音模式 这都是商家重视老年消费市场的表现 同时 大调查发现 中国大爷和大妈在理财产品等稳健投资的比例上 相差不多 在2020年大业的稳健投资比例率超过大吗